而14号台风葡萄桑整体的路径的浅势呢 可以看到在18号的左右呢 会接近到琉球的南方海域 而在19、20号会逐渐的接近到中国的华南的这一带 所以在18号到20号这段期间 是稍微接近台湾北方海域的这一带 所以稍微留意在这段期间对我们附近天气的影响 而17号的热带性DCI未来的路径上面呢 主要是以偏向前往在南海这一带附近移动 所以说虽然强度上面有逐渐增强的趋势 不过对我们是没有直接的影响的 在今天白天各地上面呢 大致上面都是以多云道情 尤其西半部呢都是比较晴朗的情形 稍微要留意在午后雷震雨的方面 在嘉义以南还有各地的山区 在中午过后会有一些午后局部雷震雨的发展 而东半部这一带呢 整体来说是越晚降雨几率是越来越高 那我们再来看到在明天 今天晚间到17号也就是中秋节的一整天 那这样子的情形可以看到东半部的降雨 是比较明显加剧的 而在大台北的这一带呢 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出现 至于其他的在桃园以南呢 主要是一个五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为主 尤其呢其实在整个嘉义以南 是稍微有一些平地可能会受到影响 而其他部分呢则是偏向山区比较零星的情形 所以说在晚间的雨量方面呢 主要是在东半部还有马祖的雨量稍微多一些些 那台北也是有一些云系 不过呢在整个桃园以南一带 大致上面都会比较晴朗的 那至于后续呢我们可以看到 在周三到周日的这段期间 台湾附近呢其实是有一些热带系统的移动 所以我们处于一个大低压带的情形 那低压带当中呢除了天气稍微比较不稳定一些些之外 也要留意后期整体这台系统的整个移动 会不会稍微比较接近到台湾附近 那这样子整体低压带的影响之下呢 在整个北部东半部地区 还有甚至南部地区都会有一些间歇的降雨 而且它附近呢如果说没有白天 比较上午比较没有降雨的影响之下的话 天气上面还是会比较闷热 那中午过后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的情形 明天的晚间整个中秋节的各地的整个云量 以及赏月的情形 可以看到呢受到整个偏东风带来的水气影响之下 其实呢东半部地区的云量是比较偏多 而且甚至会有一些降雨的状况的 所以说呢在东半部这一带的云层比较厚一些些 赏月指数相对上面是比较低的 然后其次呢在桃园以北到北北基的这一带 虽然降雨的情形没有到这么明显 但是云层上面呢可能也是比较多一些些 所以说呢是可能会在云中碰碰运气看看月亮 那至于在马祖呢也跟我们的北台湾的这一带的情形 是比较类似的 至于在整体的新竹以南 大致上面呢在午后的阵雨的云气消散之后 都是可以转向比较偏向晴朗的情形 所以赏月的指数就会比较偏高一些些 而澎湖跟金门也大致上面都是比较晴朗的状况 以上是今天上午的天气说明